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贴 林区政府是在2012年底 开始的一个想法 在2013年初张大春时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 外也访问他 问说 张大作家,你一天到晚在脸书上面 不和我谈 你最喜欢跟政治有关的 跟李宗盛有关的 那政治有关的就有很多人按赞 李宗盛有关的就不可以有人按赞 然后外也就问说 那你怎么喜欢政治 又怎么喜欢Facebook 你觉得Facebook能不能促进 谱民贊人政治 然后张大春就说 绝对不会 大家只会以为自己参与的 就是好像艾兰范具有参与 那这才想不出一个让大家又来 又可以参与的真正的行动的事件 所以如果要一句话来说明 什么是居定比例 什么是临时政府 就是一个让大家又来 又可以参与的真正的行动的事件 这个就是居定比例这样 然后从就是张大俊这样子讲到现在 当然居定比例中间已经做过很多 让大家又来又可以参与的 那有些大家也许有没有看过 就是这在Facebook上面 我们做成一个像是一个Captcha一样的游戏 就是请填入图片中的 这边呢就是填入099 然后0924 然后再按送出就好了 那因为大家都又管过Captcha 就是可能要login一些网站 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不会有以前那种 就是要参加社会需要花超过10秒 到1分钟的时间 因为Facebook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花超过1分钟的时间 大概就想到别的事情了 所以说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说把每一个需要参与的 都变成参与者只需要把5秒充最多1分钟 不会比这个多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比这个容易的话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人一起来参加 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就是GTV的Facebook上面一贴 然后就说这个 真的不能任工程师啊什么东西 那但是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监察院的政治献金 就是说监察院团其实是把政治献金 就是每次竞选的时候 每个候选收多少钱花在哪里 你的那一份戏幕事实上是存在两个字一家 然后你只能走进去然后隐蔭出来 所以事实上除了他们自己可以监察之外 你先是没有办法监察 因为那些戏幕是没有电子挡 然后你只能用隐蔭的方式给输入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全部都隐蔭然后全部都扫描 然后变成这样子的OCEAN 我们叫做BotakuCounteredition 就是宅力文字辨识 那在宅力文字辨识之下 就一瞬间直接都变成结果化的资料 那24小时之内 第一批2,000军笔文件 大概有9,000多人参与 大概30万笔辨识完成 那它是怎么样做成的呢 是一位国宝级的白目 叫做工方圆 他提了这样子一个想法 但他自己当然是不会跑去监察院 这个花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全部都拿出来 但是他提了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这样的 他觉得说他们推正式现金法 然后法案修法 推了非常非常久 但是在立法院 因为会影响到各立法委员 本身的利益 所以不管是超业两党 都没有很想让他过 他就说呢 我们要用北风跟太阳的策略 就一面在那边推 但是一面呢 在这边自己从民间做 所以就有一些巨游的朋友 真的跑进检察院群的资料 那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辨识出来的资料 我们尽可能拍照 二照三照 然后弄到他的品质 大致没有问题 可是监察一定会跳出来说 可是这个 你不能保证 百分之来没有问题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那你叫自己开放出来 就百分之来没有问题 这是北风跟太阳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们就真的跑进去 然后把它引引出来 引出来之后呢 当然是每一页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以一页为单位 然后请人来文字辨识的话 其实是超过一分钟的 这一页就是任何人来做 可能要花十分钟到单小时 那样的话一个人都不会来参加 所以在这边做的事情 就是若你网他写来之前 使用OpenCV去针刺那个隔线的位置 把它切成我们叫做豆腐的一项块 把它变成一个庙中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 就突然之间就会非常非常多人来 那人类这种很奇怪的 只要看到进步条 一直往右跑 或者是那个数字 一直往上或往下掉 就会不睡觉 把东西完成了 所以那个 只要把它设计成这样子 那个数字就会一直一直往下掉 然后就剩三万笔 剩两万笔 终于剩一千笔了这样子 然后 所以 大家就在那边转发 然后说可以无想破关这样子 所以就真的就花24小时就破关了 那破关之后呢 到底你拿来做什么呢 那其实之前有过 一月二九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立委投票指南的网站 那在那个网站上面 就会列出 这边 没有针对特定委员的意思 但是某些委员的 他的财产申报 投票记录 政治现金法 还有修士涵 他的附带提案 他出席率 最为这些 那同样的在 就是现实语言的层级也是一样 你可以去看说 如果他是恋人的话 他商业的表现怎么样 那最近还有人把它拿来做 就是说 实际上这些候选人 从各自的政党 收了多少钱 当做他们的竞选经费 的这样子一个分析暴乱 那所有这些如果不是 有这样子 OCEA出来的结构化 资料的话 是没有把它完成的 所以这是军令比 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所以从刚刚那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三组本来 完全不一定有什么重叠的人 就是会想要 这个 推特定议题的人 可是他们不一定很熟 open source的模式 然后呢 有一些国报级的白萌 或者是 这个自媒体们 他们很擅长推议题 可是他们并不是 那么擅长去采取行动 那我们这些做free software的人 就是把这两组人结合起来 然后呢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 更能够跟社会对话 然后培养我们自己的公民精神 那在台湾是蛮特别的 就是Tom Steinberg 就是英国最早在做 我们叫Civic Technology 就是公民科技参与的人 他说台湾跟以色列 是最活跃的两个地方 那台湾的规模 又是以色列的数倍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些数字其实是蛮多的 然后 可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 小英美这些国家 他们政府本来 监察院那些资料 就是极多化开放的 不需要民间做这种事情 那但是呢 像呢 就是一些中东国家 或者中国呢 他们人民根本没有自由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是像以色列跟台湾这样子 就是政府还没有完全赚新款 可是民间的能量又很大 才会出现这种社群 那最开始 其实就是 有十家登陆的这一个网站 那那政府花了 非常多钱 九十万 去架了一个十家登陆网站 也是要用羡慕的方式 那然后 在Google就有思维工程师 他们就把它变成这样子 这种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就是你附近的房家的 平均的每瓶多少 这样才可以去filter它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 他们本来其实跟内政部 已经开始谈了 可是媒体呢 因为擅长于冲突制造 就是冲突制造业 所以就把它抱成说 也许五百块的 打败了九十万 可是这是很不公平 因为是 应该是九十万零五百 因为那个五百 是建立在九十万上面 可是这样子一抱之后 内政部找到厂商 就非常的不爽 所以他们就说 那这样我们就要把 这个网站上面的纯文字 都改成图片 这样子就可以节省平坏 我到现在还没有了解说 把文字换成图片 节省平坏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样子 他们的想法 应该是说换成图片之后 就不会有人来抓了 不会有人来抓就可以节省平坏 这样子 中间那个 有一个思维上的调腰 那因为这样子 那个本来在 好像在PixNet 本来根本不碰OpenCV而入网 因为这件事情 跑去研究 我自己的事 这样子 那他就是刚刚 这次前行 企业那个豆干的 豆腐那个人 所以就说 其实善外都是有报应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任何事情 它都是有它的这个 技术上的后果 那因为当时 就是大家很火 然后内政部花了一整年 才在内部终于 把它都清理好 变成OpenData 可是在还没有 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很火 然后又拍了一支 那个 经济统能推升方案的广告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国家的大事 预算太复杂 人民搞不懂 所以大家只要 听政府的话做就对了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的三次 然后那这个是 好像新建源 最早在YouTube上 加广告纸 然后大家都按 只是诈骗广告 然后新建源的账号 就下架了 这样子 然后但是 当然下架没有什么意义 你发一封信 去给YouTube 就又回来了 可是 就是说 它双方都没有什么建设性 那这个时候就有四个人 觉得说 应该比较建设性 就是CIO高 然后科比 CIO QP 他们当时在 Yahoo的黑客搜 本来要做什么 电子shopping 什么之类的 可是因为那个广告 反正他们太火了 就想说 好那我们来证明给你看说 其实人民不知道 政府的总预算 那么复杂 并不是因为人民很烂 而是政府很烂 它没有用正确的格式 跟正确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东西做好一点 所以他们就去写了 PDF跟Word on the Pass 去把那个 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全部都用这种方式上线 就可以知道说 哪一些部门 是目前正在被删除的 然后哪些目前 预算正在新增 然后哪些 预算正在增加 这样子 然后你刚才叫做 正式别注冠单位 别去看它 那他们拿了 然后拿了万块奖金 然后就拿这个 自己办了自己的黑客送 就是第零次 动员台 看了黑客送 那时候是在中医院 然后本来三十几个人 然后后来变成快一百人报名 那后来打的黑客送 都是维持在一百多人 到最多大概四五百人 一个规模 那每次去黑客送的时候 做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可以拿一个美花路的贴纸 然后呢 然后来过很多次的人 可以去领一个 去领利达式的贴纸 然后再看主要是 后面这些 我们叫技能贴纸 就是说你可能是懂 可能是农业啊 或是设计啊 或是环境啊 这样子 然后呢 为什么要贴这些贴纸呢 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每一个队伍 每个有想法的人 会到方便 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或是说这个 凯贝田先生说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就上去花三分钟 花那个坑 描绘起来说 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我需要两个什么专业的人 一个什么专业的词之类的 那接下来就是大风吹 就是大家去汇集到 有想法的人旁边 然后就那一天的时间 可能从上来九点十点 到了下午五点 去把这件事情 做出一个prototype来 去把它的feasibility study 做出来这样子 然后呢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就会每一个队伍 基本上都会有进度 会上台花五分钟时间 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在大风吹的时候 通常就会旁边 有很多棉花路在那边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一组 那这个时候就是 那个黑熊铁齿 会作用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过去 然后寻寻善要 说呃 别人在做什么啊 关系什么异地啊 所以是 要不然带到这个 比较正确的组织的群杂 所以呢 呃 一句话来讲 确定B的话呢 它就是 人跟松跟坑的 一个集合 那松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是黑客松 就是说呃 在某天 某段时间里面 完全不停地 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除了大的黑客松之外 还有蒙点松 新闻松 土地松 前端松 发育松之类的 就是各种gathering 你可以把它翻成 meet up都可以 那坑呢 就是project 就是一个 一件事情 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叫做坑 而不叫做专案 是因为 叫专案的话 好像会预设说 开专案的人最大 有专案经历啊 什么专案领导人啊 什么东西啊 这种角色 但是叫坑的话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挖一个坑 可能就走掉了 然后呢 愿意填坑的人呢 自己自主填坑 然后呢 如果没有人填坑的话 你也可以去推坑 可是不表示说 中间任何人比任何人大 就是每个人是拿 自己零碎的时间来采用 那其实对我来讲 临时政府 另外一个意思 所以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距离地也没有所谓 成员跟不是成员的差别 没有那个打正 就是说你 只要来了黑客送 你就自动变成参与者 那然后呢 你来黑客送 就会发现坑嘛 那发现坑 你可能会想要做一点事情 就算只是 辨识一张文字的图 那你就变成贡献者 就加入了坑 那客户坑会认识更多的人 人会揪更多的松 松会连到更多的坑 然后就这样子 在这些空间里面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计划 所以 那因为这是我 这个最近到行政院各职人的简报 所以第一句就是说 没有网军 就是说 常常说J&B很多专案 因为太多人参加 还并且有网军 但完全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是自助的参加 然后因为没有组织 没有办法说 谁代表军令 军令员每个专案 就像BBS 每个版一样 有自己的运行规则 所以没有想到代表 任何其他人 那这个 哲学在J&B里面 就叫做没有人哲学 没有人哲学 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说在前几次黑客送的时候 常常有人一来 就排桌说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为什么你们都去做不重要的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后来我们就养成一个反射反应 任何人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要先承认就是那个没有人 那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做这个 那应该就是说 你还没有做的原因 那你就跳起来吧 不管是挖个坑也好 或觉得应该怎么做也好 之类之类 那所以 这样的意思就是 与其说没有人做 不如说我就是那个没有人 那就是我来做吧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人是万一 什么都可以做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GinniB是台湾的 open source社群 长出来的一个 我们说异业结合吗 的一个规划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最基本的 open source的想法 就是说在GinniB里面 叫做GinniB专案的 它至少都要愿意 其他人转提也分享 然后用各种creative comments 就是穿用CC 或者是open source的授权 来产生自由软体 跟自由文化 那我们的讨论的频道 基本上都是公开 也就是log的 然后呢我们大量的使用 Hackpad跟Github 这两个东西来共银协作 那所有这些文化的目的 就是要避免私下讨论的坏处 什么是私下讨论的坏处呢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私下讨论 然后没有 不在公开的地方 没有留log 第三个来要知道我们两个在干嘛 他就要跟我们两个都联络到 第四个来就要 三个跟第五个来 那大概到第六个人的时候 就会分成两个小方的派 就是说本来人就是不太scalable的一种 通讯的软体 所以说公开讨论的坏处是让 呃的好处是让机器帮我们 去做这个bookkeeping的动作 那在OpenSchool的世界 其实我们只有几句格言嘛 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不要怕丢脸 其实一句话讲是不要怕丢脸 然后欢迎请客人来修整 据来讲在第0次的课宋的时候 就是一群很窄的人 开了那个text edit 开始notpad 我也就不知道了 自己画了一个历史政府的logo 那这个logo实在是超纯的 就是从任何角度来看 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撑在的地方 这样 可是唯一可以撑在地方 就是他不怕丢脸 然后就把他印出来 然后就真的挂在这种音乐墙上 然后呢就有一个设计师 呃就坐在那边 然后他就很公开的说 说我看的那个我就没有生产力 然后我坐在这边 我如果不做出一个更好的logo 我一整天都会很不舒服 就是那个概念就是 谁在乎谁痛苦 所以因为他很在乎 所以他就只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 那就好像一言为隐语 然后又有打一个go 这样子的概念 这样一个新的logo 也就是比较好的 那可是因为这些都是open source 或者creative commons 那他的东西 因此也可以被remix 进新的logo里面 就变成每个 某个新的logo的一部分 然后这样不断地演化 然后后来就有人说 因为在手机上面太小的时候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辨识度 所以到最后呢 就变成目前这个版本的logo 在手机上 我们就只需要秀中间这样一个 就非常的有辨识度 可是这个 目前还算好这个logo 如果不是一开始 而不怕丢脸 把这个臭臭地丢出来的话 是不会存在的 因为它就不会 这个激怒设计师 然后就不会 有后面这一系列的演化 所以就一开始不怕丢脸 把想法丢出来 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在这边看到 就是说 除了就是主动贡献之外 是比较容易影响的 更重要 或是一样重要的 就是你去想说 有什么新的可能 有什么新的计划 就算是本来已经做得很好 有什么方法做得更好 然后以及找到合适的人 然后把他们都推进来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能够激励 你政府的动线的规划 是像Github 它每一个commit 或者hackpen 你没写一个字 没改一个字 它其实都有留credit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是谁几天几分 在什么地方 为了什么中 按盖了什么东西 那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你在 你政府的官网 你其实在 Github page上面 你按edit 任何人都可以编辑 它就是marked up 那或者是html 那但是因为 愿意花时间来编辑的人 他只要花了时间 他就会被列在底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EPA 编官网 编的时间最多 接下来是 他老公资又高 然后接下来是 之类之类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确保 每一个人都不能够 take别人的credit 你说光网都是我写的 那这样其道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一看就知道 说是哪些人做出来的 所以在两年多的 努力之下 就是有了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子的专案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想太多 各种不同的专案 所以这是讲 我自己参加的 蒙天这个专案 蒙天这个专案是 2013年126 第一次黑客送 因为是从零开始出 所以第一次是第二次的意思 那第一次黑客送的前夕 叶萍写了一篇blog 叫做《还文与明》 叶萍是本来 在太太无礼吧 然后后来去Google 做Google台湾运段运算 那他在2011和2012年 去了City Valley 然后在那边做Analytics 那他搬到美国之后 就发现说 教他小孩学整体中文 是这些很困难的事情 当然海外华人 本来教小孩中文 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只是说 有一些特别困难的事情 就是现在小孩用的 跟我们当年不一样 当年我们都是用 冲米国瓷子年修廷本来 来学中文 那一开始是GoFair 然后后来是WiWeb的界面 那跟下小孩都是用Smartphone 那那个东西在Smartphone 上面是不能开的 然后可是教育部的编列经费 是一直到2015年底 才有经费 把它全部Renovate 这样子 那所以从我们 从2013年1月的角度来看 就是哇要等两年 而且不一定等得到 所以叶萍就想说 那不如我们来看站吧 其实这件事情 他私下都做过好几次了 那这是第一次的公开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站 然后呢 把他用这个一个 OpenAPS释放出来 Cromic Royce年修廷本 它是我们可以说 是正体中一个 非常权威的东西 它有16万米词条 是从1945年 商务艺术官开馆的提补作品 那里面的文言文啊 各种各样非常的丰富 可是因为从1996年之后 基本上是没有人维护的 所以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说若你 然后查到一个词 然后一个网址 那个网址 从爱或Facebook贴给别人 别人再打开 会说 这个功能错误 让它开 因为它完全没有 网址这个概念 然后它的那个CGI的 那个Script的名字 它是DSH 就是那是非常非常 古老的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当时 只有B股五岁 它的含用字像圣派太太 只能有24x24 变成独来一线词 那像三个龙 那个字就是 独生一团 然后当然我刚刚讲 它不支援手机 所以你如果去看 它的source的话 它会说 这个系统需使用 i15以及 Nescape 4.7 Plus 的瀏覽器 那这个以上没有移 因为我们知道 Nescape 4的4.7 都没有出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 古老的网站 然后而且它 跟它的后代 成余年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放在那边 半小时不要动 它就会跳出来说 不管你看到哪里 因为你显示超过30分钟 我们现在把你登出 你现在被强制到 赢回首页 这样子 可是我没有登入啊 一个不需要登入的网站 每30分钟 把人登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 它是 OK 我想去996年的时候 希望 小网站跟现在的小网站 不是很一样 所以Tim Bruce Lee 就是外本发明人 在这里就是有一个 很清楚的地理 说什么叫做 open data 它在consumer 就是我们用data 这一端是怎么想的 首先 它不能够写 版权所有反应笔究 那这个呢 就 一下子就不及格 因为 那个国交院的那一网站 真的就是写版权所有反应笔究 而且它后面还写说 你只能连到首页 不能够连到单一个词条 我现在不是很确定 是说 它的这个条款 是在为 它系统没写好辩误 还是它系统 是在捍卫它的条款 这个我就不是很理解 但是无论如何 它们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说 你完全不能够使用 然后呢 它也没有结构式的栏位 就是像是Excel 那它也没有自由软件 很方便处理的格式 像open office 或者Excel XML 那它的单一的词条 当然没有支援网址 刚才说了 而且你从任何词条定义 要连到别的词条 一种可能的事情 所以因为要突破这些事情 所以叶平就说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砍战吧 他就是挖了一个坑 然后说 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 需要砍战的人 需要做结构化的人 需要做converter的人等等 那所以在那一天 一开始Tony2 跟ML2 就砍了两千多页 乘余连下来 那些HTML 然后我砍了 大概三千页 我们都说是合理使用 然后我们就去睡了 然后叶平就醒来了 醒来之后 就爬变成Json格式 然后LVV就爬变成Sequel格式 然后叶平就去睡了 然后光着了TC5就醒来了 他就写了一只 Python的程式 把我们看HTML 转成Json跟Sequel 所以等于一天之内 它变成等于 十三星级的开放资料 那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24x24的点真图 那那些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 在那个 Google spreadsheet 跟Polite Google spreadsheet档条 就要弄到我自己 夹在EtherCal上面 然后让大家用 试寸表共笔的方式 去找出那张图 对应的字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用那个 拆字输入法 像乌虾米 或者大义 就有优识 因为就可以用 那个布设法拆出来 但是事实上最有优势 是用手写输入法的 因为你知道写得出来 就可以找到它 Unical是哪个字 那用读音输入法 就很可疑 因为那些字 我一个都念不出来 所以那些字就 就是突然间间 就被辨识完成了 所以我们终于有一个 可以copy and paste 的一股字典的资料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 IETF的一个核心 我们知道IETF 它的想法 就是Rough Consensus 就我们大概有个方向 要做smartphone很容易看 小孩愿意学的词典 但是 目前具体怎么做 完全不加以规定 然后呢 好比像说呢 有人家的小孩 是用IOS 就会去写一个IOS版 有人用Android 也会去写一个Android版 然后呢 有人家小孩 是用Sumbline Text 等一下真的有吗 那个就会有人写一个 Sumbline Text的Plugin 然后Sumble写的 然后有人把它整合到 输入法词诺里面 就是说 在一两个礼拜之间 其实都像雨后春春一样 用同一批结构的话 资料炸得出来 每个人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样子 那以我 我Mainten的梦点网站 这数字都比较旧了 而且我现在也不用Cloudflare了 但当我还在用Cloudflare的时候 就是月流量大概是500万左右吧 然后在IOS跟Android上面 都是十几万使用者 然后也还蛮多人用的 那让我最高兴的是说 很多小学3D吉祥老师 真的把小孩带到电脑教室 然后说 那我们就开梦点 然后我们今天的教案 就是一个互动式的教材 那让他就会说 那这样合法吗 那合什么法呢 当然是要看著作全法 本来教育公开发表的著作 在合理范围内 就是可以用的 可是什么叫合理范围 话题像说 如果我拿去卖的话 一般的判例是说 我只能摘其中的一两句 我如果是非应力使用 更人使用 也许可以摘一两页 可是我们现在是摘16万页 就是全部嘛 所以这样子 到底怎么样叫合理 那我们就主张说 我们只要抛弃掉 我们所有的外界 所以我就说 我用CC的领 去抛弃掉 所有我写的程式 然后KC5说 资料集团的转换 我们就是在帮教育部 做客室转换 我们不做任何别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既不主张 我们的心灵标识权 我们也不主张 我们的主作资产权 那教育部 不过他常常 任何时候拿回去用 甚至拿回去用 问过我们都不需要 那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主张 使用全部的资料集 是可以使用的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是 必须要清楚地表明 那这个就是CC 就是Creative Commons 授权上场的时候 所以这三个 我们是说 我们合理使用 这是三个不同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呢 教育部门南语 常用词词典呢 他们就是by by就是说 不要说是你做的 还要说是教育部 的 nd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字它是15话 呈现的时候 表明是16话 就是它的定义 内容也可以改动 就是non-derivative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说任何人 都可以用这个词典 拿去买演可力 那文总 它算是一个办公安方单位 它跟就是 中国一起编了一部词典 然后呢 在里面 就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所有像毛泽东 这些词条都不会出现 这样子 然后像774变 这种词条 它就是说 我军大省 可是那个我省 没有定义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他们用非常区别的方法 跟对岸合编了一部 非常详细 而且非常现代的词典 但他们也把它捡出来 他们加了一个NC 就是说不能拿去卖 那当然我们没有引力 所以是OK的 那最后就是 我们用现成的 就是中英中法中德的词典 那他们是SA SA就像GPL一样 就是说你用了 可以改做可以卖 就是你改做卖之后 那个东西 也要用一样的方式 在这部份加以释出 这样子 所以这四个 Buy, N, D, N, C, SA 加强 就是我们叫做 CC授权架构 希望指导品的东西 愿意让人专贴分享 你都可以在这个 某个组合里面 找到自己愿意 就是跟别人分享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用CC授权 而不是自己信号授权 那是因为 不是律师写的授权 往往会有一些小问题 像客家语 它本来就是说 标注出处 不可改做 不可做商业利用 这个用语都跟CC一样 所以我们本来以为 都是CC授权 可是后来仔细一看才不对 它的非商业用途标准 它自己有一个定义 它说不可原封不动 将系统直接翻手 这个OK 第二 内容重新整理 且标注 教育部授权 那这个到底算 商业用途 还是非商业用途 就是说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其实 好 那我们就算以最严的解释 就是说 你不能重新整理 然后你一定要标注 教育部授权 那即使实际上 它跟别的 Liscence Study 如何相容呢 它释法性怎么样呢 完全没有定义 所以如果什么 我们现在还是说 那这个算是 合理使用吧 那也希望 他们尽早 改成自己授权 那 所有这些的疑点 它在 就是123号 我们跟教育部 第一次面对面见面 的时候 都有了澄清 他们说 只要保持规范性 好 不像说 实话 怎么样 改成实力化 就是合理使用 他们以后的词典 都用白眼底释出为目标 那他们旧的词典 像我们现在用了 重编国语词典 他们会开始谈 清理著作权 那终于到了 今年的三月 他们的所有 手上的国语词典 都用公众授权释出 就是真的 就是说到做到 用白眼底释出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们愿意接受 Crossourcing来定证 那什么叫Crossourcing Crossourcing 首先就是要定义一下 就是我们说 Collaboration 跟Collaboration 虽然在以前 这两个字 差不多是同一词 但是在网络时代 有一点不一样 Collaboration是说 大家都要形成共识 才能够做事情 那像这个是 当时在占领中环的时候 香港的一个漫画家画的 就是说以前的 就是香港的 街头运动 都是合作的方法 大家都要听大会的指示 所以就是会有人提一个想法 然后他会说OK 然后最后很高兴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想法 然后他会说不OK 然后最后就说我不玩了 这样子 就是说都会有 课程制度的一个问题 人一多 就会开始出现分离 但是协作没有这个问题 协作是Git的逻辑 开始就是分裂的 每个人都是一座山头 然后每个人都是一座山头 的好处是什么 那是 每个人是要想到什么好主意 像说如果加一个观光相机 他就比较不会来 我加一个圣布玛利亚像 这个黑道就比较不会来 之类的 当时在尊重上 就是真的是这样 然后是一个好主意 然后透过直播 或透过什么东西 让别的地方的人知道 那个地方的人也会学 然后就可以一起去进化 那所以好主意就会慢慢的被merge 坏主意就会慢慢像玩横宇人龙拳 这个少部分的人的主意呢 就可能慢慢不太 其他人会不太知道 但重点就是说 每个人都是一座山头 然后大家去聚联成山脉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就每个人个性歧视 然后尽可能的让其他人知道 自己能做什么 这叫collaboration 那collaboration在网络上面 要实际运作 要有Send-up阶段 首先就是要有Permalink 就是用稳定的连接 然后有分享的方式 有协作的方式 稳定的连接 举例来讲 像moading.tw写线资料 它就是资料的定义 所以你就知道说 你要查别的词 像查开放的时候 你一定是moading.tw写线开放 就是说每一个词 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网址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是你花束移到材料上的时候 它可以去读 施线材料.json 然后就跳出一个 就是延伸的说明 那另外就叫开放资料工作坊 在字典里面当然没有这个词 可是如果你去打 moading.tw写线开放资料工作坊 它就会跳出一个 能够让你在Facebook 在Twitter 在Google Plus分享的 一个九宫格的凯书 那这个东西呢 大部分人熊悦表示 像去拍小人一样 今天心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那边学 今天心情正好 今天天气不错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 把它PO在自己的脸书的墙上 那然后这也是我们推广 开放资讯的一个 很好的双口 所以我们就把所谓标准啊 思源黑帖 一些开放资讯都在这边 有人点了 他就可以自己挑不同的东西 所以有人把这个当作悲铁来用 那有了这个时候呢 才有我们叫做 collaboration 就是所谓的协作 像当时教育部师 有一个字典卓母鸟 他希望大家去挑 字典里面的措辞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说 因为已经有那么多人 我们知道是每个月几百万人 表示是说 每天可能有十万人左右 在那边学这篇天气正好 的某点的字图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每一次 我只要在某点右上角 放一个小丑姑娘说 来贡献来参加 来参加教队 那这样即使只有 万分之一的人来 那也是很可观的 也是上千人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上来说 我们用诚实去比对 如果两个不同的词条 想标准跟命迪 里面都引用了 同一首的词 加五战争的时候 张景倾斜的词 说唯一命迪非公 标准主张脱险真其绝 但在标准那边 它的脱险打成了脱链 那我们现在看的时候 就过去一个城市会找到 然后我们就请人去 用我们旁边有一个Google 你可以看到说 到底是只有词典 在用这个词 还是大家都在用 那有时候是一体字 也许两个都对 然后还可以留言 像一个留言般的感觉 那一样有一个 进度条是在跑 说我们还是多少词 没有交对过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五个人都说是脱险才对 没有人说是脱脸才对 还有人留言说 脱脸是齐绝了 可是这个电影 已经有外国人拍过了 没有心理这样子 但是其实张庆齐 这个应该是在 Face of 开拍之间 所以还是蛮有心理的 所以18天有 五千多个人参与教订 然后我们就把 这个全部都送回教育 而且他们也真的是 注意去找专家学者 去看说哪个是对的 所以现在 所有这五千个地方 在某点里面 都是已经交证过的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心 所以原住民词练 我可能不会讲太多 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原文会有做一本作品 注意这些上词贴 但最多人用的质疑 就是帮子 阿美族他们没有做 那阿美族自己有一个 阿美族往中文 跟往英文 跟中文的词贴 那我们就是找 愿意CC授权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去谈授权 因为方便宜这本词贴 它非常非常久 它只有纸本 已经没有电子档了 所以我们就又做了一次 同样的事情 就是在8月30号的时候 Nelsky把它扫成JPG 然后CD把它切成 我们现在调豆干 然后有人做文字辨识 有人做出约系统校对 那豆干就是一整 一整列 然后呢就去打一整列 然后就有人CC给什么 张正月啊什么事 我就发现阿美族人很多 然后阿美族人的朋友也很多 所以加起来这个 五三小时里面 这么厚的一本词连就全部都 辨识完成 而且甚至到达三教的阶段 所以到今天 就是你去 阿美族人就可以打中文 插阿美语 或是打英文 插阿美语 或是打阿美语 插中文英文 这样子 但是对 就是族人是真正在用的 那我们也知道 是阿美语的这个字面 Slada 就是正式变形的意思 好 那所以以上是教育方面的引用 那接下来讲一下 正式上面的引用 这个是 抱歉 我去年十月 在奥地里 那MetaLab 就是最早的 德国之外的hackerspace之一 讲的一个talk 那这个talk就是 Dizona Blumenbevego 就是相互回忆活动 那就是线上社群 然后的提供们 就是治理架构 跟transference 跟透明化 那在这里我想讲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logo并不是 台湾在2014年3月才开始用这个logo 当然除了这个很多pop singer 有没有用之外 最早这个logo 我看到是2003年的时候 那时候wikipedia 刚把他们后面的那一套系统 media wiki 释出 让任何人都可以自己fork一份 wikipedia 自己变成一座山头 然后再去改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任何人都可以来供笔 而且你不满意 这个供笔的方向 你自己还可以把它fork出来 在当时是非常radical的 然后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想法 那他们就挑了 就是相互回当作他们的一个logo 那到今天我们的hackpad 也是一堆铅笔 微成一朵花的这样一个logo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十年以前就已经在这边了 那它不只在台湾 在香港开 在各种地方都开 那我们知道在香港 当然就是被说成是 全世界最有礼貌的示威者 然后就在推特上面 有记者说 其实他们的那个 后期的那个站 是我看过技术上面 最先进的一个站 然后他的朋友就说 等一下这个站我在那里看过 然后CV就说 对没有错 这个是太阳化的正常输出 那就是正常输出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hackfolder hackfolder其实就是一个市场表 然后你按编辑之后 你在这边加个链接 其他人可以及时 每一个链接跑到左边去 让别人看到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这是大家共用的一个书签 所以呢香港们在那个时候 就把它当作所有的直播 所有的物资 所有的讯息 所有的消息 汇集的地方 那对我来讲最有用的 就是这份物资示威者 我就可以一下子看到说 因为他们跟318的时候不一样 就是他们有超过十个占领区 所以当时只要这样子 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说 每一个分散的占领区 他需要什么物资 然后人力 大概警方的配置 大概是怎么样之类的 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 他们的情况 还有物资站 公司 这些地铁 那他们也用各种 就time mapper 这些工具把它变成 在地的人可以一下子就下载 下来 然后知道说附近有哪些事情 那这一套界面是 其实是高雄起爆的时候 才刚重写完的 那高雄起爆的时候 同样的也是去map 起爆发生的范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里就是 大家会自主的 完全是以分中为安慰 就是01分的时候 有一份hack folder 05分的时候 有第二份hack folder 然后东西就全部汇集过来 可是因为k fork 也可以merge 那这些都是程式做的 merge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们到07分的时候 就merge起来了 然后就一大堆连结 汇入 然后tonyq就是说 或是放了四个连结 其他都是别人补的 那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只有一个 很精确的这样子一个图 你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说 目前爆炸到哪里 然后真的有人就是 看了这个 然后打电话给他妈 然后他真的逃出去 然后那个玻璃窗就破了 所以当然就是对于重建 或者救灾 具体的作用到底有多少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总之他可以 一时之间把大家 需要做一点事情 跟那种慌乱的那种想法 放到一个比较神残的 也比方去 所以这个就是 发生在这些这几天 那这几天就是 尼泊尔正在的事情 在OpenStreetMap上面 他们发起一个HOT 就是人道主义 Mapping计划 然后去用一开始 就是地震前的土资 去把基本的 哪里有建筑物 哪里有土 排个地方出来 那这两天开始有 正后的土资 然后就是去看说 实际地震发生的状态 那也是开放任何人来编辑 然后编辑之后 有专业的人来研证 这样子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 大规模的形作 在黄金七七小时之内有 两千多人参加 其中的一百人左右 是就是台湾来的 然后他们Map的 七万个道路跟十五万个建筑 那就是红石自会啊 跟就是在 实际在现场的人 都会拿这样子一份 当然是他们许许多多参考 在其中一个 但是无论如果Crosshosing 就是做了 以前需要有非常大规模 可能是政府级单位 才能够做的事情 或非常大的华国企业 才能够做的事情 那今天因为就是 世界关系 我只想讲一个重点 叫做Epistemic Derain Eats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愿意 在前提之外 像这种发生的时候 我在德国 我在Düsseldorf 我为什么愿意花大量时间 守在那个石坡前面 然后帮他们去改code 然后去做各种事情 然后当然也有人 真的飞到香港 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家愿意 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 因为它有一个 认识论相对直接性 认识论相对直接性 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着直播 你不知道下一秒钟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就像是 相反开心动场 它后面有一个数学模型 你只要把那个Flash拆开 就可以知道说 你做的事情 会有什么结果 可是像战虫 你完全不知道 做的事情 会有什么结果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 凝聚 就是关注 然后想说 我只要多做一点点事情 像你不然正在 我多做一点点事情 也许就改变了一点状况 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在做直播 做文播 做所有这些事情 它目的不是取代 在地的聚会 或在地的 就是连结 而是把这个东西延伸到 所有的困难道的地方 那当然所有这些系统 就是地零次 实验是在地零次 向运回数位体验营的时候 就是0SDC 3月19号到4月10号 那318晚上 我去那边 就是帮印第大地 就是接话录 做直播 那当时本来以为说 到10点就结束了 我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我手机放在那边 然后结果就发现说 那个手机就一直到半夜 才这个 就是Mindos去 交班的时候 我才拿得回来 那因为就有人翻详进去 那翻详进去之后 就有人拿着拖鞋 加了一个iPad 然后在那边直播 然后直播 我们大家都守得在直播这边看 然后就很想做点什么 那这个时候播放就说 就来文字转播吧 那因为这四个字 后来用太多词了 所以我们直接 缩键 现在都叫文播 那文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把听的 一起打在iPad上面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第一个 就是让焦虑的感觉 有一个释放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 黑黑因为会显示 那一行旁边有多少人在看 所以那也是一件 很addictive的事情 就你知道说 你正在打这一行字 可能上百个 上千个 上万个人 然后那当然 代价就是说 黑黑就爆炸了 但是 但是这个时代 是不一样的时代 黑黑只要刷下去 然后多卖了几个 easy to instance 然后突然之间就不爆炸了 那所以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状态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GinVidia 黑黑都是 run 自己的instance 所以那个其他的 黑黑黑 当掉我们是不会当的 当掉其他黑黑黑 是不会当掉的 这是一个那个 就是隔离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没办法预测说 GinVidia 黑黑黑 随时会涌进来上万人 所以干脆自己放一个instance 这样子 然后那 所以就把它 就是用 HackFolder 把它收集成 就是 GinVidia today 就是所有相关年纪的一个会证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堆人涌进去 然后试着 去把更多的直播点 coverage出来 包含在街道上面 警方的每一个角度 等等 所以就 当时就有很多 其实 就是我们叫做 县路松 就是来参与的人 就是参与GinVidia 县路松的朋友 那去做自保许知 物资需求共笔 以及去调查地面实际的情况 然后去试着把所有东西都 就是 丢到网络上面 丢到YouTube 或者是Ustream的直播 那为什么就是 当时一开始就这么顺 是因为大家都在用YMAX 那YMAX在台湾 是一个没有人用的频段 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都很顺 完全没有干扰的问题 对 那所以 我觉得说这个iPad 就是iPad 加上YMAX 这个combination 在当时非常的好用 所以YMAX这个科技 应该可以韩晓明 我就是他在 这个被频段收回之前 做过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 那在Sair这个时候 我就想说 里面的直播 就是 就是透过YMAX YouTube再回来 其实这个时间差异中间可能短 那 在那个R2 就是在某一条街上面的人 当时是利用这个 咨询不对等的状况 去谎称说 R20里面 就是占领区里面 有人被警察拍肩膀 有人被打了 要冲进去 然后只好 就有一个穿外套的 说来说 我其实没有这件事情 这样子 那 我那时候 人在现场 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如果 就是双方都有一个 Projector的话 那这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吗 就是里面的人可以看到 外面的调节状态 然后外面可以 其实看到里面的状态 然后中间拉一条Land 把这个穿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 立刻就这样子做了 那324当然发生了 很不幸的事件 就是说 除了行政院之外 Ethercal跟Hackpad也都被打 那线上 恢复 就一小时而已 那 从Backup 倒回来就好了 那很容易恢复 线下时的伤害比较难 那 但是在324 这次我们也观察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跑去直播 有拿iPad跟YMAX 去直播的人的那一侧 他当然是有拍 就是拿窗户啊 或者是警察 所以双方做什么事 是中立的 是都拍的 可是呢 双方都还蛮可挤的 可是在没有 就是直播的那一侧 是非常惨 那 就是 是很暴力的 然后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在有直播跟没有直播的情况下 人类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好 这个其实是常识 但是我们再一次的确认说 在有直播跟没有直播的时候 人类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隔天就发现一个计划 就是把 其实这都是这几年才有的实现 613跟689 就是为了公益目标的话 一般人拿着iPad去做直播 应该享有跟新闻记者 完全一样的权利 那就是大法官 就是这几年才做的一个见解 那他们做的这个判决 很少人知道 所以当然 就是警察更不会知道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就是你把你的照片丢上去 把名字打上去 它会帮你用S印出一个公民记者证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 这样一串话 那还有QR Code 就可以让警察扫这样子 然后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是很多人真的就去iPad 或怎么样印了这样子 然后贴在iPad上 所以我们在地面上 就多了很多个直播点 然后就可以就是Cover到 各种机动上面的需求 那第一个 配套用程 就是有一群 想要抗议的抗议这个 就是他们觉得说 这个抗议这件事情 值得抗议 所以他就去抗议抗议这件事情 就是白色正义 那白色正义觉得说 这个占领这件事情 实在是需要抗议 所以他们就跑去抗议了 那但是呢 因为全程都有直播 所以他们也没有乱 然后旁边那边也没有对他们怎么样 而且他们还因为缺乏 这个上机的经验 发现他们影响也没有弄保 怎么样 还写信来去 所以说那可不可以也帮帮我们这样子 然后我们真的就回行啊 然后就说 308反而那一场游戏 我们刚好才整理了模板 所以说那你们要不要之后就拿去用呢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 就是任何人想要讲话就让他好好讲出来 因为你不让他好好讲出来 所以不平责民嘛 就一定是escalate 一定是会变暴力 或变得更惨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去台北车站 好像稍微搬得好一点点 那对我自己 就是4月5号 我透过直播看到 就是公民之间的会议 在那边demo 就是说神医是你主可以如何使用 我就很兴奋 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很多玩Ruby的朋友 帮忙跟路面 这个做线上神医的平台 去商量说 加我需要的功能 然后把刚刚的街上审议的所有这些资料 都汇入到4月6号的这个 就是公民宪政会议的路面去 这样子人散了 知道他们讨论的记录都还在 然后可以之后在线上继续讨论 那所以当时就是在OSDC做这个简报的时候 我就说我志愿直播完会 是不知道要让他翻墙 但要连上墙里墙外之后 重点我们都可以做到 那同学可以减少重办误会 本意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个墙里墙外不只是立法院 或行政院墙 也可以是就是中国那一堵 现在叫做公信房壁 会主动攻击人来堵墙 然后那当然可能文明跟文明之间 文化跟文化之间 可能也和星球和星球之间 这同样原则都是使用 我觉得你要先让双方看到彼此能够讲话 才能够去谈别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一件事件就是在讲 我试着让这个行政院这一堵高墙 它不可能倒下也不可能一下子拆掉 至少在最近几个月之内不可能 但是我至少让它慢慢变透明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想法是很有趣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蔡玉玲的政务委员 詹云 他旗下有个计划是自策会办的 叫做虚拟世界犯规条件案 那它里面呢就是有关于虚拟世界 像Uber这种就是 你已经不知道归给哪个部位 根本是新东西的东西 然后一起就是open data 远居教育啊 或者是群众募资啊 之类之类的 这种没有办法归给非常特定的部位 一定是跨部微信时的 那就是它在管 那然后它就发现是说 它请自策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线上资讯系统 他们很会做push out的部分 就是说印漂亮的传单啊 这个做价漂亮的这个粉丝页啊 什么那个他们会做 可是怎么样收意见回来 怎么样知道说 被这个政策影响的人 会如何的被影响 那大家的想法都还是停在公听会 可是公听会我们知道是一个 特别没有用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就是有点像摩托 每个人去讲个两三千字 也没有直播 然后也没有记录 然后也不需要回应 有一个教科问者 他去讲个四千字 关于符号的 然后呢 后来就发现说完全 他讲得跟没讲一样 然后后来很神奇就去选市长 这样子 就是说当然他神奇的理由有很多了 但是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的咨询的方式 要么就是一群很特定的人 那要么就是时间非常非常多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每次要咨询 好像要创业议题的时候 很难咨询到实际有传业经验的人 然后你也不知道说这群人要到哪里长 因为这是分散 他们不会有一个公协会 就是他们如果是公协会的话 那就早就很成功了 对不对 就是按照定义本来就是 一群分散在我们各地的人 那所以当时就是蔡玉林 就来去领域黑客 所以我们一个人身份 跟他的民宿提了一个案子 说那我来挖一个坑 然后这不是委托案 我也没有钱给你们 就是说这是完全是 就是野生观望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试着怎么样把 就是公民咨询这件事情做出来 那我们实际去跳这个坑的时候 那其实是发现说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 就是那独想真的是在这里 就是首先是说 即将要通过这种法案 越是被这个法案影响的人 越不了解 越是专门研究这种法案的 专家学者越了解 那但是就很 这样就很不幸 因为是最会受影响的人 声音没有办法被指定的人听到 但是呢即使就是办了 好像在地的固定会 然后真的有人去了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常常就会有人发表一些 看起来好像搞不清楚的状况 确实是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没有inform 没有人告诉他们说 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那这是距离民族在做的事情 去把那个实际状况 变得更容易得了解去呈现 那最后就是说 如果真的愿意参与 真的愿意讨论 就把他每一个法规的 每一个名字 后面都是更多的法规 然后一下子就爆炸了 就是咨询过了 除了专门的智库 专门的特定的 就是咨询会啊 并议员啊 这些之类之类之外 其实很少人 很有系统的 去做这样的谈论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 具体的方法 叫做BTI1.T BTI1.T 基本上的想法就是 每一个法案是 一开始是一本Geekbook 然后这个Geekbook呢 它是为了解决一个 存在的问题 它比方说 现在都是线上MOOC 翻船教学 线上学习 可是你要取得学位的时候 二分之一的学分 必须要在实体修 这样子你远距修课的人 是拿不到学位的 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它不会 下一个不会设定 说我要怎么解决 或者像说 国发会很想要 所有的部会 都变成Open Data 可是财政部觉得说 按照规费法 我们应该要 使用这付费原则 所以他们自己 就已经敲得完客开脚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也没有 具体的解决方法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就提案 提案就是说 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影响到大家 解决的方法 影响到的人 可不可以站出来 我们讨论一下 那科法呢 就会帮忙把它变成 每一个单独的议题 140字 一个Tweet 能够放得下的量 然后呢 每一个单独的议题呢 里面牵涉到 每一个专业定义 又在 用140字之内去定义 用蒙点的那种方式 你画书笔上去 就会冒出来 那这个呢 在讨论上 非常的有效 因为大部分 影响到上面的讨论 高大霸掌 都是在抢某一个 名词的诠释权 就是为什么村长 最近在帮特定的名词 申请那个Facebook page 等好 你们 就是说 你在抢到某一个 某一个词的诠释权的时候 才觉得说 你这样子 我讲话有底气 可是这样子 非常让非评宽的一件事情 我说认知评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如一开始就说 我们现在在讲 新创公司 或B所新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它外面 可能有别的意思 让我们讨论的时候 先用这个意思来讨论 突然之间 那个讨论品之下 逢上升 好 那任何人都可以留言 那我们用的是Discourse 这套系的 那其实这也有点像 是一个群动母子 就是我们说 目前一开始讨论 还有今天 而且的话题 有多少个意见 然后呢 部会呢 做一个承诺 就是说 从他们的角度 就是咨询民众意见的平台 但从我们的角度 就是咨询部会意见的平台 是一个 部会主体的一个概念 然后 那他们的承诺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 任何人问这些部会 只要Tag那个部会 问他们国内的状况 他们一定七天之内就要回 那如果问国外的状况 好比方说美国 我英国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那自作会科法所 七天之内一定要回 所以 就是说这些 所谓的法律专家 他们做的事情 是帮忙提供 我们在讨论时候 需要的背景资料 可是他们不做议题设定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应该站的位置 好 然后那大家在留言之后呢 版主权就会这个 开始mark人 就是说如果上面 真的是在分享个人的经验 或之类的话呢 就把它m起来 那把它m起来之后 对 好 那m起来之后呢 他就会用高样度形式 让大家知道说 好这个是没有在骂人的 这样子 好 那即使是里面有人身攻击 我们也是把人身攻击的那四五个字 删掉 然后发一种私讯说 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term of service 我们移掉了这四五个字 可是另外有十个字保留 那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Facebook或者PTT 比较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好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家的讨论品质就慢慢上升 然后就会开始复兴一些想法 这些有建设性意见的人 就会变成工作组 就是working group 那这个working group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把实力跟线上的意见 汇整成一本建议书 然后呢 跟部会说 好我们讨论了六十天或七十天 然后我们的想法是 你应该要制定怎么样的法规 里面一定要有什么部分 一定不可以有什么部分 这样子 所以像毕所行公司 股权群母跟万物调一刻税 这三个其实已经差不多都结束了 毕所行公司 今天院会刚过 然后股权市群众募资 基本上也差不多定案了 然后在当天的工作组讨论 就是把之前线上的东西都汇整起来 然后交给部会 然后部会必须要提出草案来回应 他们提出草案之后 必须要把我们的建议书员们一条都说 我同意 然后这是草案里的哪一条 我不同意 因为我做不到 因为这个是我的职责 因为我们要另外提研究案 然后为什么 所以说它是有它的不是指示像民调 不是像Ivo Team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完全没有投票的部分 不是民调的 而是双方的一个对话 那所以像4月14的时候 我们刚开完原具教育 跟开放资料的资讯 那我同样的就是整个 相应会的数位体验的一整套 我们都背起了 就是在新军院那边 他们第七会议时期 当时我在巴黎 所以我是远端 真的是也是一样 听那个Live House In 然后直接把它打下来 然后在Live House In留言的人 也会贴到Hackpad里面 然后及时回应 然后这些都转写到Discourse 就是讨论距离 所以当时如果是有人 正在专家在讲一句话 那个东西便有一个讨论话题 然后如果当时在Live House In 有人回应他 那个东西便有对他的回应 所以就是这整个当场的讨论架构 是重现在Discourse里面的 所以在425回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用直播文博 双向推传的方式 把这个讨论整理成建议书 那他的run down 对每一个议题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会在现场讨论 讨论之后确认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现场直播出去 所以在Live House In 远端的人像CL高 他可以打字说 那他的意见是什么 可是一直切换是很累的 所以我们是用15分钟为单位 讨论完之后 切回Hackpad 看远端的人的意见 然后现场的人对他回应 然后再切回现场 然后再切回远端 然后最后会把这4个东西 变成一个意见 然后让线上跟线下的人 确认他的意见强度 所以实际在run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就你从远端看的时候 听话目前发言的人是谁 目前在讨论什么议题 讨论议题的时候 右边的正在讨论 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的讨论 然后每15分钟会整一次 然后会整就是到Hackpad上面 然后在现场的这个 圆区协作主持人 就是佳华 其实也是318的时候 就是在讨论的那一个人 他也会实际的帮忙做理清 然后理清之后 现场再去对远端的人的意见 做会整 所以因为想要多一点时间 讨论的关系 所以我就大概讲一下说 我们最后对于目前 就是提出的这些问题 然后意见越强的 那个字体越粗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4元黑体这个OpenSoul字体 还有七个字中 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意见 它就是极西子 两个人意见就是西子 这样子 然后所以情人的意见就是极促子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一眼看到说 就是在Discord上面 大家相对意见强度是怎么样的 而且你看意见不一定要彼此同意 有人一方面说有需求 另外一方面说 远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课 所以就是这两个都要照顾到 然后同样的 远区的推广教育 每学分一定要修18个小时 可是你看18个小时的YouTub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快速快转小倍速 对 所以这个在学分残忍办法里面 要怎么显 跨校修课要申请本校跟踏校同意 所以实务上很少人在申请 可是你远区修课 为什么要踏校同意呢 踏校都已经开在远区上了 是不是应该预设同意呢 然后以及其他的建议 好比像说有人说要纳指纹 可是我考过我考都没有纳指纹 我为什么要纳指纹 之类 然后还有就是他跟在世经修 要怎么样整个 所以最后我们整理全国建议书 教育部 今天是要回的这个 就是说首先排除掉 global的远区学分才能上限 接下来每个大学可以定自己的上限 然后每个系组再往下修 最适合的系组 他也许全部都可以远区 那不适合系组 他可以说都不可以远区 这个是用大学自知的精神 请大学自己去定点 然后我们觉得说 考试的时候 即时影响可能是需要的 可是各自的影词也不可以 就是我们当然有些细节 每个点下去都是有细节的 然后远区课程应该架设 他校是同意的 然后希望检讨大学都能决定 相关的法规 这样子远区到某个程度之后 你也可以去修卓士或修卓士 这样子 好 那同样的我们用相同的方式 就是每个人讲自己 看到事实 对事实的感受 跟有什么建议 这叫RID法 那也是用一样的方式 在讨论开放资料这回事 那所以 同样的就是说 国发会跟 国库处各有各的考虑 所以然后也有 真的有一些机关 是用卖资料来允许的 然后 所以国发会就提了一个主意 说那我们四星五星资料来收费吧 三星就不是免费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部位都说 Excel在作业 所以你Excel一出来就是三星嘛 那四星跟五星 你还要抢上另外花钱兼职 所以说应该要跟使用者收费来做填铺 这样子 然后呢 可是他们这个意见一出来 国库处也很不爽 社群也很不爽 因为我们不爽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星级它是机器读起来容不容 你跟资料品质没有关系 而且你现在是用Excel 可是事实上 如果以后用Office 365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做的话 它预设是可以到私刑的 是可以到结构化资料 也可以有单币网址 那它只是说目前 你目前采购还没有到这一点上 不应该作为一个 就是法令的判准 所以后来呢 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民间咨询的单位 以后所有的二级单位 都要先跟社群跟工协会讨论过 然后看说民间来的资料需求要怎么做 那所以我们最后 出来的讲一份建议书 那因为工作组里面有律师 所以这一份是最接近法律的文字 就是他们如果不反对 的话可以直接拿去用的 是这样子 就是说开放资料有三个定义嘛 首先要开放授权 要允许商业利用 可以去改做再三个 不限制使用问题 但是同样重要是开放金融 就是你在透过网络提供资料的时候 出生跟传输成本 现在应该要算做零才对 你如果要收工本费 那是资本光铁时代的事情 当然像Touch or Firehose 这种即时大量资料 如果机关可以举证 就是说它的成本大于产生是公民 那这样才可以收那一个部分的微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至少要有一个open source的软体 一个自由软体 能够把这个资料开起来 跟其他的私有软体开起来一样好 这叫开放格式 那开放格式的资料 才能够叫做开放资料 所以如果厂商现在要求的 就是不会开出来的东西 只有买了特定非常昂贵的软体 才开的起来 那个东西不可以叫做开放资料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定义之后 就是说只要是开放资料系统 它的兼职成本和微影成本 都不可以收钱 反过来 如果民间的特定人说 你只要给我用 或你给我用的格式 别人不能用 这样叫做非开放资料系统 这个时候建设跟微影 就可以收钱 那最后第三个状况 就是说我提出申请 但是呢 我是说我申请给自己 也给别人用 这是开放的格式 可以跟我收一次性专业服务分 就是说实际上厂商 要把这个部分加进去 要收多少钱 那就是跟我收那么多钱 然后之后 这建设跟微影成本 也都不应该收取归份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状态 但是谁来判定 不应该开放开放跟客制化呢 那就是每一个 就是二级部会 会纳入社群公协会 跟相关领域 同样是用这种 行业民主的方式 去建立判准 然后判准完之后 就把里面各资 需要趋势别化的部分 以及供应效果 比较高的部分先审核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建立保障各资 跟趋势别化的判准 然后这样子建立之后 机关就要想收钱 它至少三十年要预告 然后没有预告要收费的 也许应该是免费 而且要慢慢变成 相同的开放手权 所以就是说 用这一套 像是可以提点赢的方式 试着去让 就是行政院在公平会之前 那一个写信资讯 能够有一个比较 传统的创向的管道 那这当然是第零词的实验 所以有非常多可以 就是收到公开评里面 更深的地方 但是就在往这个方向做 那蒙这个字在蒙蝶里面 作为名词 它除了说蒙蝶是日文 很蒙嘛 就是很可爱嘛 但它还有就是 中文里面有别的意思 它是草木出生的牙 是失误发生的开端 或者是人民的意思 所以居然比 做各种各样的专案 很多就是人民在看到 某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比政府比大企业 比各种各样的 大型的组织早已不看到 然后做一个Proof of Concept 说你可以这样做 然后试着去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这是我的简报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就开始自由讨论了 这边有多的麦克风 还是 保留天要出麦克风 看一个没有 次元 两个问题给你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机关里面的现有的技术官僚不熟悉的事情 是对于这些议题他们特别觉得说需要社群或需要我们社会来帮忙 是因为这些都是在因应这五年来的一些状况 话比像说硬碟跟频繁成本调到零也是最近的事情 就是说他们用旧的因应及时代的事情在方法来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很稳固的 而且就是我们知道事务关系统 就上面这些无关不管怎么换 那个事务关系统其实是不太会被动到的 他们只有一套做事情的方法 现在是因为这一套做事情的方法 根本上受到一些挑战 而且主要是网路上面来的挑战 他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他们不做一些什么去因应的话 那到最后 就是当然每个部会的想法不一样 像经济部会觉得说那大家都好去开卖社公司 没有人要在台卖社公司 尤其是新装企业 那或者像财神部可能会觉得说那现在大家都直接跟国外买东西就好 而且每个人进来关系都包2999 他们一毛钱都收不到 然后或者是像交通部会觉得说那Uber就可以直接不用跟经济业者合作 就是说这些状态是他们本来的组织架构没有办法因应的状态 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做 不要说做审议民主 即使是做线上咨询好了 这个的代表性都比较高 因为很多人会challenge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这套系统去审 例如像通箭出罪的话 那这样子就会有能够用网路的人 跟不能用网路的人的发声的机会的差别 因为你能够来Lifehouse本身就有一个技术上的门槛 年纪太小 年纪太大 在偏乡频繁不足 都没有让他参加 可是刚刚提到的这9个题目 每一个都是经常使用网路的人为主要影响对象的人 所以在这里就没有代表问题 因为真的就是这些人需要说话 所以我现在跟他们讲的也是说 这一套东西是pilot 就是说真的只有跟网路或虚拟世界最相关的法案 能够放到这上面来实验 但是一般的方式还是要在各乡镇或者各村里 甚至有地方让人能够access 然后有地方的草根的论坛 然后有电话或简讯碰到的地方等等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说是我们把宫廷会 因为台湾比较没有说大家闲闲没事干去参加宫廷会 的那样子的一种文化 像法国就比较有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只能工作35小时 多了还要发情 所以就是说他们强制那个休息时间是工作时间两倍 所以没事做就去一下宫廷会这样子 但是这边没有这样的文化 所以我们等于是先把网路上的这种东西demo一遍 但是它最后还是要跟实体结合 那就是希望说实际办公厅会的这些人 现在其实是在台北 台南 台中都非常vocal 有一群人就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带进他们市里面的 不管是参与计算也好 或者是就是公厅会也好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像是一个technological demo 把实体的东西跟线上的东西做整合 然后希望大概六月会形成SOP 然后发一个paper 让各企业机关都可以用在里面挑适合的方法去做 就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 还有没有问题的 好 因为到现在我们自我介绍 所以我是负责在里面的问题 那其实很高兴唐宫来 就是懒得来到这边 然后他其实参加open source的经验也蛮久而已 也参与蛮多障碍的 那其实蛮鼓励大家给我一些问题 或者open source的一些观念啊 那想把官都给发问一下 谢谢 林林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像这些open source 就是需要跟政府做很多的联系 那当中是不是有遇到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 像是他们的踏运度啊 或者是他们一些就是踢皮球的 你遇到的难处 那什么是令你最觉得目前的台湾政府还有一些可以感谢的地方 OK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那个资讯科学里面最难的两件事情 就是帮新东西取名字 跟什么时候要清掉快取 就是什么时候要请tash 这是一句格言的 已经很久的格言 好 那因为在咨询科学里面 我们整天碰到的事情都是在取新的名字嘛 一个型的method 一个型的class 就是在取新的名字 所以我们一直都有那种有新的状态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一个新的方式去讲它这个训练 虽然还是很难 可是我们每天做 那同样的cash invalidation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本来以为事物是怎么样 事情是怎么样 可是事实上现在事情已经不是那样了 那就是要把刻板印象清掉 那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就对人跟对自己都很困难 不然他就不会名列两难之一嘛 对 那但是我就是在跟社务官合作的时候 碰到最难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新发现的事情 用一个名字 用一个新的说法 让他们能够了解 然后他们自己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那他们慢慢的也愿意接受 像横向连结的重要 好比像说 咨询里还有一个叫conways law 就是说一个有四个部门的写compiler的公司 写出来的compiler一定是4 plus compiler 那就是说 这个定律的讲话就是说 依任何组织设计出来的系统的架构 会跟它内部的通讯架构一样 好 那所以政府目前是用各部会 各部会里面再这样子整出来 所以我们看那个网络智慧白评序或什么 它就是长成那样子 它刚好长成跟政府内部的部分架构一模一样 所以我主要在推广就是说 如果你要愿意把脑里的这种成就的 已经不符合事实的状态清掉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听别的部会 或别的部门 就是跨部门横向的说法 那是在任何大的组织 就是像我把行券弄成一个非常大的NPO 就是飞行被引力组织 它到国际上来就是很具有的 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就是说NPO 那在这个很大的NPO里面 本来就会有就是各自的科层的状态 所以像他们目前所有二级部会的资讯处长 他们自己有一个及时同的一个群组 那那个群组就叫做G1V 就是GEV这样 就是雪G1V 然后呢 所以就是说 他们就会说那至少不会有说 每一个部会在推某一件资讯业务的时候 别人不会不知道的这件事情 然后也不会说左边打右边脸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一个横向的整合 那当然他们是资讯处长 所以用这些工具品很快 可是我觉得之后慢慢的就是 各个机关的人士 或者法务 或者是主机 或者什么 也会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 横向连接的团体 那要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就是 只要有一个人脑袋突然之间转通 知道说事实目前是这样子 其他的别的部会才能够这样子 用横向的方式搞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嘛 它不是依照一些事情 就是它毕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那外站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发言 还有没有问题 想问 欢迎蒙点或者 刚才的那个讨论频道 我觉得蛮酷的 因为从去年开始 就在想说 要如何做一个 整一次民族的运作 而且一直讨论说 大家不要开放网路 因为网路的 在那段期间 引起了大家一个震撼 那我刚才也提到的 有点问题是说 在网路事件 毕竟排斥掉的部分 但是我看这个案例 的确有 什么都可能到 而且做的也蛮好的 我还希望他有一次 必须必须下去 对 那 那 在这部分 然后的 想法 你好 第二个问题是说 我看到最近 从slides 没有很多事情在发生 那 我想问的是 比较技术方面 那从 是因为我们 technology上面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方面影响到 我们公民的社会 跟生活 两个问题 就是说 底层结构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当然有 因为像如果你把 Wimax 那个频道抽掉 318就不一定 可以占你那么久 就是说 就是说 虽然它不是4G 但是它发挥了 類似4G的功能 就是在至少在 那一个小范围里面 你有相对 高品质的 直播的频繁这样子 那 我觉得这个 就connectivity 这件事情是最基本的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往事这件事情 就是URL这件事情 其实它当然是20年前 就发明了东西 可是直到现在才变成 就是透过QR Code 或者透过 就是像LINE 或Facebook 这样的东西的普及 你任何东西 你只要有一个URL 不管它是懒人包 还是什么东西 它能够传递到的是 到大概前两年 第一次超过 一般的智能媒体 或者是电视媒体 能够碰到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Clay Shurking 就是之前来过 台湾Judin Vissermint 的一个 他有写过几本书 像什么 《香蜜都来了》 或者是《下班时间扭转未来》 那这边的中文书名翻译都很好 那后面那个本来叫做 Cognitive Surplus 就是认知神明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大家都有休闲时间 以前的人的休闲时间 是看电视啊 看漫画啊 看什么东西啊 最后看电影啊 或者是出门散步啊 那是个人的行动 可是现在的人的休闲时间 也许是上OpenStreet Map 帮尼波尔标几个图 或是帮附近的云水机 标几个图 或者是上来开放政治线 帮忙辨识几个字 或是到维基百科 帮忙编个一两页 或是到这个GNVE 这边帮忙我们 打几个主资稿 就是说 现在你要花五分钟去休闲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说 把它贡献出来 觉得说 我在帮更大的 可能同时触及到五十万 或者甚至上百万人的某件事情 我是其中一分子 我再帮一些忙 那这个习惯的养成 当然有赖于 就是说 每个人休闲时间的 那个调配的变化 那这个东西 在线上 你必须要频繁够便宜 所有这些 free的服务够多 储存够容易 而且协助的空间 就是有所谓 elastic computing 就是你有几千个人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 不会突然间伺服器就爆炸 像当时hackpad 如果不是弄在ezy图上面 不是弄在elastic computing上 我们318那个晚上 就爆炸了 爆炸之后 就不会回来 回来之后 那就只能去google doc google doc的话 同时三十个人编辑 就会辅助 就是说 那这样的后面的东西 通通都没有办法发生 所以就是说 是在运算本身是有弹性 储存是有弹性 平凡是有弹性 而且很便宜 在这个前提下 大家才会说 那我花多一点点时间 然后呢 在我平常本来是 要休息娱乐的时候 加入某一个更大的活动 这件事情既不会造成 我太大的负担 也不会造成 我主办人太大的负担 在这个时候才能发生 而这件事情发生 恰不容易就是 就是 Elastic computing 计划的这三四年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那还有个问题 带来的排档 你好 那个 那我自己的爸妈是 某政党的四中党员 然后他们常看到 这种 那种距离PR 那种种东西 他们觉得说 年轻人在乱搞 有一个种影响 那 我当然知道 大家不在乱搞 可是我就发现说 好像 比较年轻一点的 年龄层 就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接受网络的时间 几率大于传统媒体 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们有没有做过 类似的分析或统计说 参与像GNBA Hackpage 这种年龄层的 就会不会是怎么样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像我爸爸妈妈 那个年代 可能六十岁以上 他们 他们 我还有救啊 就是 就是说 雕方气质 就是 我到底是应该 在他们 干狗的时候放弃治疗呢 还是说 还是说 就是 他们随着 时代被淘汰 还是说你们也有整个 也说这个 推广 比如说在媒体上面 怎么去推广 GNBA这样子 对了一般人的影响 不是只是觉得 大家在闹里 有多个类似的事情 我只是这样讲 好 这样好 问题 首先就是说 当然不要让妈妈 输在乞讨线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因为像萌典好了 它其实是一个 蛮中立的一个branding 我所知道的就是很多 到了某个年纪的 像我阿嬷好了 她是陆港人 但是她因为就是 嫁给四川人 然后一起都在军城 所以她看萌典里面 关于台语 艳语的部分 她就很兴奋 因为这就是她小时候 她年轻的时候 的东西 她就会用这个 当作material 去教她的朋友 然后去说 你看这个俗语 是怎么讲的 然后她知道 所以她超勤快的 就是她爱配文非常熟 然后她七七十几了吧 然后爱配文非常熟 然后就是 然后就会自己去找资料 然后会自己去按发音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就发现是说 她用萌典 反而用的那个动力 还比大部分的 就是上班族要来的大 因为她时间很多 我们知道退休人士 编辞典也是一个很好的 时间出口 就是说 这个是每一个专案 她按照性质的不同 能够触及到不同的人 所以 距离力其实 吴宁巴想成是一种 做事的方式 就像open source一样 只是她是跟 可能工部门资料 有一些结合 但除此之外 她就是任何open source 专案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在推 除了在做PR的时候 像我们的 她就是 自己有自己的branding 然后也会 尽可能的 不要把它变成是 像我们会说 我们拆战服务的第一场件 fork the government 这样子 然后 那 没有人印了个T-shirt 然后 fork the government 但是那样子的概念 当然是适合比较年轻 或知道 拆政府 我们的意思是把政府的资料拆洗 对 那但是我们实际在推广 或在办教育活动 或像 五月一号 我们要去三峡 就是国教院的军优学习论坛 做 有一个叫做无首例的人 捐出了他所有 就是97岁 编了三十几年的 那个郭台宇 活用词典 给危机媒体基金会 那我们把它编成 结构化格式资料 那所有在推这些东西的时候 只怕当作一个教育专案在推 我们不会特别强调里面 那个拆政府的部分 虽然确实在做事情是拆政府 大概是这样 所以每个专案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大的黑客 从月一来的人 当然像 像伊帕塔巴 薛海源 他当然其实也年纪蛮大 他就说 这个你们都是黑客 我已经是白客了 这样子 他头发已经是白了 那 对 但是就是他跟他熟悉的人 本来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在用银印记跟在用这个美工刀 做财政府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在做那个立法院监督 跟出席律 跟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想法 我觉得是从 台湾以前就有的 并不是因为 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不想做这种事情 只是说 他们当时的工具 跟现象完全不一样 而且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 年纪比较大 还在白色公布 或是那样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要用 就是你实际的经验 跟他们实际的经验 去做比对 慢慢去 可能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可以改变他们的感受 那等他们感受 慢慢改变他们的想法 才有可能更新改变 这样子 谢谢 有没有问题 好 我的问题是说 刚刚有看到 有提到说 我现在每个人愿意花自己的时间 来参与公众的事情 而且越来越多的倾向 那我想要可以跟我分享两个方向 我自己的经验 第一个是说 我们以后的社会 公民社会大家参与的话 它的可能发生什么 比如说我们公民的结构会改变 我们社会的结构改变 第二个我想问的是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那它的生态系统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参与公众的事情 那是非定例行的 那我可以从中间获得什么样的 当作蓝调 才在投入在下施的财运里面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关于这个 除了Sherty的那个项目都来了之外 其实有本书讲得很好 它叫做 零编辑成本的时代 就是Zero Margin Cost 那 Zero Marginal Cost 那可是翻成 在中文翻成物联王大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翻 可能就是觉得这样会卖得比较好的 但是它后面要讲的事情是 什么叫编辑成本 就是你做出第一个Proton之后 下一个Copy需要花的钱 那 这个东西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不管平凡 硬碟还是所有这些东西 甚至你每次要招一个新的人 到坑里面的时候 那个成本都不断的在下降 可能是慢慢的回到零 那到这个时候 就 它到零的时候 就像超导提一样 就你中间经过多少个Hub 你的成本并不会显著的增加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会变成 从以前 为了要节省每个人的认知功能 你一定要一个人管五个人 每个人在管五个人 每个人在管五个人 的这种刻层架构 它是那个树桩节点 就是每次你tronverse的时候 平均需要动的部数最少的 所以才是这个结构 那因为一个人没有他支持 同时跟超过150个人做链接 那 所以 生化人的部分先不谈的话 那个 我们完全用资讯科技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至少让人跟人之间的横向链接 你可以瞬间变出一个新的群组来 你可以瞬间reach到新的人 沟通这件事情的marginal cost 也慢慢掉到了零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才有可能长出 完全像距离你习惯的这种 你每一次po都是像不特定的人po 像你在距离你的IRC 或在Hackpage 或怎么样 你一次是接触到不特定的三四千人 可是没有人觉得说 一定要来回应你提出的这个想法 是有兴趣的认证上钩 这叫optional reply reply optional 那把这个想成是 例如像本来在NPO 或在大公司里面 你抛出一个主意 然后你这个2一个人 然后CC三千个人 可能明天就被fire了 就是说平常成绩式组织 不是这样子用通讯工具的 但是因为是非科技的组织 因为是分散式组织 才能这样用通讯工具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新的主意出来 它就比较不容易散掉 因为一定是有碰到有兴趣的人 然后再组成一个ad hoc的工作组 而不是说不想要在一起的人 被逼着要在一起 要一定要完成某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心理上的感受 我觉得是支持GDP或OpenSource 会任何开刀文化专案 做下去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是一群 就是一起聚在一起 而且做某个 比我们任何单一的人 都更大的事情的人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还没有问题 谢谢 你好 就是我想问的是 比较关于协作方面的问题 就是因为最近 就是那个底部的地图在标记 然后就有人跳出来站的时候 你们这些外行人不要来 就是扰乱 就是这样乱掉的话 就是可能会反而会 provide 错误 information 然后其实他们的理由很道理 可是 就是其实这些overhand 或者这些缺点 就是 是可以有工具跟改善 然后去 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 可是就是 我看他们的观点 还是都会停留在说 就是我们要尊重专业嘛 虽然说我们也是 要尊重专业的错 但是我会觉得他们是非常 没办法接受的 这种协作的精神 那就是 像面对这些人 我们要怎么样跟他说明 或是怎么样推广 这个协作的精神或方法也好 会比较好 对 OK 我们直接来看那个子涵的Facebook 因为他是施主嘛 他被免购报反昏 然后就 就变成了这件事情 OK 好 所以 他的主要的论点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 呃 他们的Server 余昌Polar 也许一百个人上去 不要 然后一百个人可能 那个专业的Validator 能够Content 可是 子涵是说 如果蔡英文 这个巴马宣传了 说不定就是上万个人啊 上万个人 那个Server的Loading 应该是吃不消的 Server Loading吃不消的话 就会派起到其他的运用资源 然后呢 这个运算资源 应该是给专业的OpenStreetMap 就是OpenStreetMap 在台湾的人在用 而不是被这些 一下子涌入的上万人来用 这样子 这是他的核心论定 然后 那 我的婚姻是这样子 我们全部都 就叫Ready Go Transparency 好 所以你要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你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那你可以 改变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感受 那 第一步就是同意他 就是说 他讲的关于 就146 人家当然是公开鼓励参加 就是尼波尔那个 就是人道周园小处 他就发了一个声明稿 说我们 欢迎任何数量的新手参加 然后呢 四是说 序就是说 他自己从来没有认为 自认识专家 那个是免提标的 这个当然 而且贡献不是只有灰图 他捐钱也是一种贡献 这个当然都同意 所以 要说服别人 第一步就是先同意他 就是里面某些部分是 你跟他有交集的 那你就先同意他 那三 他是说 StreetMap其实很穷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不清楚就大方的承认我不清楚 好 那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说他2007年08年就加入了 StreetMap 那 是非常资深的会员 那 我在讲的就是说 当时 elastic block storage刚出来 大家对 EC2的这种 elastic storage的功能 其实都是 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当时所谓 云端云算是最 最红的 而且没有人知道在讲什么 的那个时候 在那一个时候 你如果一次用 路上万人 确实会造成 那种的负担 他今天的整个argument 在007、08 甚至到 莫拉克风在09的时候 都是实用的 所以就是说 这里的重点就是 那个cash evaluation 就是什么时候 轻快取的问题 同样的思路 在07、08年使用 在2015年是不实用的 可是在2015年 不实用的原因 是因为 后面的 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弹性云算 跟软体架构 跟社群架构 都在增长 所以当出现 上万人的时候 有新手指南 有互动式的 新手指南 把他们吸引过去 有hackpad这种 新手能够继续上来 发问 然后而且任何专家 回来问题 他马上收到email 的这种平台 新手是来乱的 还是新手不是来乱的 的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透过 机器学习 或是像 在那个盲点的 自图辨识上面 我们有open cv 去区分 恶意使用者 跟善意使用者 那所有这些工具 变得很便宜 也是最尖量餐厅的事情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今天HOT可以说 我们欢迎任意 数量的 新的使用者来 可是这是因为 现在是2015年 所以想要改变 他感受的方式 就是指出说 你讲的真的在七年前 真的是这样 可是现在真的也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要发问 谢谢 不好意思 就是请教一下 就是现在就是因为 很多东西都越来越便宜 那我本年 像这种gmv 或者是一些专案 都几乎都是找一些 大家下班的时间来做 那会不会有可能 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是 比较就是 因为东西大家都做掉 那以后如果说 要商业化 或是要赚钱 那什么的 可能就会变得 越来越困难 这样子 那不知道 你对这方面 有什么想法 OK 其实 因为刚刚 看到开放资料的 定义其中一个 就是一定要任意的 可以允许别人 做商业利用 所以 就是说 趁商业运用是只有 越来越容易 而没有越来越困难 好比像说 如果是 教育部的词典 还是坐在教育部的网站里 没有任何人 可以做商业利用 可是 因为它开放出来 变成结构化资料 而且它是 允许商业利用 而是开放资料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 好比像说iPad 可能下一版本的iOS 就会 预先载入 重新归于词典 这样子 就是大家在看iBook的时候 就不会只有 简直子才有定义 在第一次没有定义 目前是这个情况 好 那这个案子就是 我作为联络的顾问 作为牛基大学顾问 跟作为行政员的顾问 在三名帽子中间 去谈了很久 然后三个地方 都有非常专业的朋友们 去在法律上面 跟在商业上面 去做的支援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商业上面 它产生了蛮大的利益 可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对我更重要的角度 是它对正体中文 或反体中文的使用者 有就是 完全 就是说 不需要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勉强自己去看 清华字典 或者归坛国语字典的 简体的定义 文化上去 对我来讲 比较重要 可是对于 像牛基大学出版师来讲 他们就真的可以拿这个 去赚很多钱 只是现在就不是授权费了 就是 专业服务费 那 可是这个东西 全软体界都是这样的 微软 它本来是专门卖授权的 卖 卖 他们也说 他们从今年开始 还是从去年开始 我就忘了 就要慢慢变成一家 软体专业服务公司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今天才把 Visual Studio的 Mac版跟Linux版开放了 然后 对 然后整个大内放在 MtHub上面 然后跟G&B合作办 办那个OpenSource 方在比赛 所以我解除了那个 第一次帮微软 买广告的成就 就是说 这个在十几年前 我自己都没有 想起来做这种事 但是就是说 我脑里的那个 客观影响也要清掉 就是说 微软现在它真的是 慢慢要变成一家 咨询服务公司 我们专业服务公司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底下那个资料 越厚 就有越多的专业服务 可以做 那那个专业服务的成员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而本来抽授权金的成员 当然会慢慢消失 从来的角度来看 谢谢 好 没有的话雨天 好像要我讲一个闪电秀 对不对 看到 对 好 那就 run through 一下 这个是在 OSDC已经 好几年前 Alison Randall 就是我们一起做 Curlil的朋友 来台湾 也是一样 我把它文播成 柱子稿 然后 我后来把它翻成中文 那它的 就是 内容都是它的 翻译错误都是我的 OK 那 Open Source Enlightenment 那它的讲话就是说 这些年来我们慢慢觉得说 我们参加 Open Source社群 就像在一条路上面 并且而行 那这是一条修正每个人的行为的道路 它让我们不断的成长 所以接下来我想看一下我对Open Source世界的看法 Open Source的核心是人 不是code code很重要 但是核心的容忍是人 然后人 透过各种方式来参与 开专案 有人做设计 当然 还有一些文件 有些测试 有些模组 有使用模组 这些都非常重要 有Upstream有Downstream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过去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要做开源呢 就是每个人日常工作中 现在每个人都几乎需要跟软体打交道 为什么在下班时间 或者在就是工作上的公余的时间 还要来参与Open Source专案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能够跟别人分享 而且可以迅速接触到最刺激最有趣的新技术 因为任何新的技术 它在就是public funding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恐惧的程度成功率才能被提出来 可是在Open Source界 它就算成功率只有不到1% 也会被提出来 而只要提出来这种100个 就有一个成功了 那一个就会变成是最新的最先线的技术 像以前的AMULER 现在的REACT 都是在内部可能pull到一个程度 他们觉得说他们不能maintain那么多了 那放出来这样子 那这也是开源的同好 当然也会提升乐趣 那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觉得说自己能够伸出双手 帮别人一份 就是一次或者是帮别人一行code 或帮别人一个留言 或是怎么样 都是身为文人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就随着你参加的多了 这跟任何专业社群一样 慢慢的就会吸引大家一起协作 协作的他就会觉得说 你做这个工写真的是很酷啊之类 就会带来成就感 但是成就感是双向的 所以换过来就是像 在GINI上面 我们会帮很多人加加 就是什么什么名字加加 那两个加号++ 就是帮他按一个赞的意思 所以任何人他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说对社群大家都有帮助 底下就一排加加去洗版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对于专案的每个人 表示尊重 好让大家愿意继续参与专案的活动 然后也许欣赏别人的作品 有一阵子 我几乎完全就是在 就是Pearl Search 在C片上面 是每天你醒来 就是打开一封感谢函 很感谢你做的那个模组 让我们使用之后 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那个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让我那一天 心情都很好的 最重要的 的因素 就是说 那我又帮到了一个 我不认识的人 这样子 能够就是促进正向的文化 那当然现在在GINI Hub上面 就是更容易 就要打 冒号加一冒号 然后 unsubmit 这个大家就会看到说 你喜欢我的专案 或者star我的专案 所以就是也不要忘记 赞想身边的人 让大家知道说 这就是谁 做了多棒的贡献 那在Open Source里面 另外一做的事情就是 因为大家加入的人 都是愿意加入 所以才来加入的 所以就可以互补长断 我需要一个设计师 突然就冒出一个设计师 就是说真的想要做事情的时候 全宇宙的没有人 都会来帮助你 来达到相互加持的效果 那有的时候呢 甚至其实挖一个坑 挖一个坑 就可以这个 就是给其他人的灵感 就说这件事情需要做 这样子适合做的人 自然就会去做 所以其实我们在Open Source里面 大部分大家锻炼的 最多的就是沟通机场 怎么样在大家原则一样的时候 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尝试 而不要彼此踩到脚 或者是在原则不一样的时候 至少能够同意说 某些事情是可以一起做的 而不要互相攻击 那在这个时候 就是要每个人都多说说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想要做什么事情 外的方向是什么 那如果只是持续埋头看看 而忘记跟人流动 很可能就会造成伤害 尤其是技术问题 很多人都会想要Defense 说我这样做才是最对的 最好的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那所以在GTV 或在开源站里面 大家练的事情就是 接受各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解决 让我继续做 别人用不同的话做的时候 我也不用占它 反正网络是无限款的 我们每个人开始一个新专案的时候 没有抢到别人的资源 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任何时候有一个新的想法 你开始一个新的专案 你并没有再剥夺 任何别人的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保持开放的态度 就比较容易 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觉得 一定要做到很好 才丢出来的这个习惯 完美主义的这个习惯 那同样就是要战胜自己的羞耻 然后培养自己的齿力 就是多丑的logo 都要丢出来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就是多沟通 多学习 跟就是更厉害的高手 干嘛把它改成更好的样子 那当然就是 碰到问题的时候 就要主动发问 不管是在聊天室 还是在main list 同样别人发问 而你捧巧懂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不要只回一句 这个Reader Find Manual 就是去看该死的说明书 那因为叫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告诉新手说 这边是这个新手闪开 让专业的来 这样子就会让这个社群的文化 变得就是科层实 变成到老手 新手 或什么手的高手 与手的分辟 你绝对不要这样做 大家都是新手 在这边 像我每次去法律 或去设计 或去什么什么时候 我就是在跟所有其他人学习 不可能有人是什么都会的 那所以就是在跟彼此之间 沟通的过程里面去学习 所以同样的 刚刚有问到说 要让别人开明 改别人看法的时候 你要先改变他的感受 改变他的感受 就是要先用友善的概度说 你讲的某些我同意 而某些的那些背景比较我同意 对方才有可能跟你做对话 那当然 那名人会很不客气 而且甚至开始花满满 但是这是开源的时候的必经之路 就是说一定会被占 可是那个占本身有科学之处 还是可以从中学习 这个时候就是要学那个王爱世道 对 就是脸皮要亮亮的厚 那脸皮要亮亮的厚 那脸皮要亮亮的厚 才能够在人家战役凶猛的时候 还是听他具体说什么 即使他五十个字里面 四十五个字是人生攻击 你删掉他四十五个字 剩五个字 那五个字还是可以学习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在这么大篇的战魂里面 就是留下看起来 他真的是在意这几件事情的 这个过程 那这样子才能够断练独立心 就是说因为有句话说 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个人 穿他的鞋去走一领步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先去想说 他形成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底下 可能是在莫拉格逢灾的时候 可能是在更之前 那这个时候才能够知道说 他为什么很坚持 或很在意某些事情 那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发起Open Source 专案的人 这个Larry啊 Gridow啊 Lindus Topaz啊都是天才 那的确是有某一个领域很专心的人 但是重点是说 没有人能够跨这个东西 所有什么东西都会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专案都会需要 各种能力的人 不可能是一个人去成全场 所以只有保持谦虚 才能够用开放的态度 学习用新的方法做事 然后欢迎新手 加入专案 所以也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要保持谦虚 才不会排除掉特定的性别 特定的种族 用特定语言的人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多元 更丰富的人才 同样的 同样是写一个程式 以前啊 Pro社群 Ruby社群 Python社群 PHP社群 那主要的原因 都完全只是说 我写的模组 别人不能用 而是说每个社群 有自己协作的方式 每一个社群的那个协作方式 构成他们认同身份的基础 这个东西也是要彼此尊重 才能够说好 萌典其实是一个六个语言的词典 你现在要build 工典 需要装六个语言 就是说因为每一个小部分 都是不同的人在做的 只有这个 这样子才能够结合大家的贡献 那当然 在承诺带一个专案的时候 是负了责任 负了重量 这种重量当然是一些好事 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应该在承担一段时间的责任的时候 就可能会发现说 我们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们不能够再承担这么多责任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在一开始 在做专案的时候 就要想说 哪一天我不能够花这么多时间 让我弄点 不能够花这么多时间 让我弄点 让我弄致台湾的时候 谁来继续我的工作 那为什么要 我们要写SOP 我们要写SPEC 我们要发PAPER 我们要一直给你 可以讲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到了什么 我们要尽可能的分享出去 这样子的话 那一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做的时候 别人才知道说 同样的事情 如果他们也觉得 这些事情要再往前多做一步 的话 要怎么做 那就是所有的科学基础社群 都共有的一个想法 就是每个人在吸收 然后在分享 然后最后 再为田园工作室 这情况是欢乐的心情 然后带着笑容 让其他人分享一个喜悦 因为就是这种东西 去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创造出 比我们大的事 这样子 好 现在更快乐了吗 那因为这场talk 稍微后来有修改 是因为在GitHub的一场活动里面讲 所以呢那一场活动 实际上大家都来学Git 我不知道这边 是不是用Git 做办法控制 Git 是不是非常好学的一个系统 基本上有这样的服务 好 那SVG 跟Git都有用 对 对 那SVM比较好学 Git的话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山头 要习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当时我就是稍微改变了一下 那个圣言法师的一个讲法 来告诉大家说 Git是干嘛的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面对着一个新的状态 一个新的Repository 一个新的圆码库 你要做的事情先是接收它 就是Fetch它 就是把它靠到你的Logo的印铁来 然后你若本来已经做了改动的话 你要面对它 你要Merge它 就是把你做的事情 跟别人做的事情和平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你要处理它 就是你Merge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 这个时候你要把冲突这样一处理 处理做它旁边进去 然后呢 最后呢你要扫下它 就是说这不是只是我自己的事情 这是所有人的事情 我还不许到全世界 然后让其他能够继续做 不要把它变成说 好像只有我才能够这样子 所以能够掌握这样子一种 禅宗的精神的话 相信就比较能够接受 这个Git的协作的概念 好 这就是我的Tal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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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公司大部分 都是做 hardware 和 embedded 相关 那 所以 但是 进入一下 比较多是一些 web application 那所以 就是我们如果去 参加 handsong的话 大概 可以怎么样的 可以有些 contribution 那还是这个问题 那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 其实Git之所以 大部分看起来是 web 或者软体 那个是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在那个后面其实 就是 data processing operation 或甚至是 specialist 其实都还是有 有专案在做在想 那就是说 到最后 最后一里路 放到 Facebook 上分享的时候 是有网址的一页 所以就是说 每个人看到的 一定还是那个网页 但是后面可能 有非常非常多的 step 所以就是说 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确实现在 HTML CSS Java Script 至少稍微会一点点 那是让你的东西 你手上的硬体 或任何其他别的系统 能够让 用别人看得懂的方式 给全世界知道 一个 一条接近 所以任何东西 它即使是 Specialized 它只要连上网固 它还是能够用 大家看得到的方式 来让他知道说 这个东西 它能够做出 怎么样的改变 或者说这种东西 这个 sensor 或者是这个 appliance 它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的生活会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并不是一个 排挤性的关系 而是说 尽可能的去 让别人知道说 如果有了这样子的 device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子 不同的世界 那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像在埔里之前 他们PM2.5 就是空屋自救会 在Facebook上面用 G0V的空屋图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就是空气污染越严重 就越深色 然后深黄色 然后越好 就是绿色或者黄色 这样子 那刚好那一天 埔里那边办了一个 庙会烟火活动 所以那个PM2.5职 平常是零到一百 那一天就三百多 就破表 就是爆炸 那所以 那我们用的是interpolation 所以就是 看起来就是整个中央三百 全部都是原理的 然后 它一直排挤到旁边所有的测站 为什么因为埔里就 那一个测站 然后呢 它最近的测站已经在华林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 它把整个中央上面吃掉了 然后呢 就有人说 这个 这个 这显然是威严耸听 就是说 怎么可能一个地方办庙会 然后 就是整个 整个中台湾 这个内地全部都 全部都吃掉 对 那这当然不可能 可是城市当然可以改 我们可以加capping 加thritchholt 做interpolation smoothing 什么 这些都可以做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 埔里外围这一圈 没有sensor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Hardway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有比较便宜的 就是Hardway sensor 能够去测 便宜那天我们去测 就是 其实我也不想乱讲 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 测大家在意的这些空物指标 然后呢 用就是 有点像是群众协作的方式 可能就是在 家里 或者是我带在手机 或手表或什么上面 我走到哪里 我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地方的空气污染状况 同时又可以把它汇报的话 好 那它就可以被整合进 GDB的这个dashboard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smooth 也比较能够 反映实际状况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它难不难做 并不难做 重点是说 有没有人想说 我要做一个tototype 然后呢 可能就是用一片阿独音 然后插几个sensor 然后再往下做一步 再往下做一步 那其实也有我们的时候 是套件开心做的 只是说 所以我刚刚讲一讲 又挖了一个坑 所以如果有 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往这个方向 那sensor的方向 当然很多 那空无其他在意的东西之一 我觉得任何 你在意 而现在不能取得的资料 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行 大概是这样 很显得 我想就是要体验的感受 就从一点 做一点贡献开始 那今天特别的来 感谢他们来分享 因为我们时间也晚了 我们运营第一次频道 欢迎把它谢谢大家的参加 然后再给我们参加 最后一支参加 谢谢 谢谢 谢谢